有钱人想的和你不一样 迈向富人三步渠 第一步认识负债与资产 什么是负债呢 负债就是拥有这样东西之后 会让你不断的花钱 那什么是资产呢 资产就是拥有这样东西之后 会让你不断的赚钱 同一种东西可能是负债 也可能是资产哦 例如汽车 若是致用就是负债 因为汽车需要加油 要维修 要缴过路费 要缴停车费 要缴保险费等 会让我不断的花钱 所以汽车就变成我的负债了 但是如果汽车拿来营业用 就变成资产哦 例如把车子当计程车 当机场接送用 或当货车送货等 会让我不断的赚钱 所以汽车就变成我的资产了 例如房子 若是自住就是负债 因为每个月都要缴水费 电费 瓦斯费 网路费 电视费等 只会让我每个月不断的花钱 所以房子就变成我的负债了 但是如果我把房子出租 就变成资产哦 举例来说 假设我买了一栋房子 每个月需缴交一万元的贷款 如果我把房子出租 每个月收房租一万五千元 这样我就可以每个月净赚五千元耶 我因为拥有这栋房子 而让我每个月不断的赚钱 所以房子就变成我的资产了 所以您喜欢负债还是资产呢 想一想我们日常生活的消费 有没有可能由负债变成资产呢 第二步选择对的行业别 因为选择比努力重要 其实世界上的行业只分为两类 也就是卖跟养这两类 卖的行业占了99.999% 而养的行业却只占了0.001%而已 什么是卖的行业呢 就是这个行业需要卖时间 卖体力 卖专业 卖产品 甚至卖甘指数等 这不就是各行各业的特性吗 而且卖的行业往往需要业绩 如卖车子 卖房子 卖保险 或是卖直销的产品等等都是 需要烤鸡 如公务人员或上班族都需要被考核 需要评鉴 如大学教授还得接受学生的评鉴呢 需要调述 如传直销的奖金制度 卖的行业所赚的钱称为暂时收入 暂时收入就是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了 例如上班族的收入结构 每个月领时薪水 而且一旦行为中止收入就归零了 传统生意的收入结构 大多从负债开始 因为要投资才能创业 每个月收入起伏不定 而且一旦行为中止收入就归零了 业务性质的收入结构 高低起伏不定 无法预测下个月的收入有多少 而且一旦行为中止收入就归零了 专业人士的收入结构 如医师律师会计师等 收入数量比上班族高 但是一样行为中止收入就归零了 结论就是各行各业行为中止收入归零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没有自动运转的系统 所以没你不行 结果就是不断归零加不能累积 意思就是不管我这个月有多努力 收入有多高 下个月还是要从零开始 永无止境的忙碌一辈子 最后时间会变成你的敌人 因为你会变老 能力和体力会逐渐衰退 让你越来越没有竞争力 那什么是养的行业呢 这是非常非常稀少的行业哦 因为这些行业都被政府或财团所垄断 例如水、电、天然气、电信网路、有线电视等 这些都是家家户户每个月要花出去的钱 也是国家的命脉产业 养的行业是在累积用户数 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举例来说 中华电信拥有全台800万个用户 而台湾大哥大拥有全台500万个用户 则我们可以说中华电信的市场占有率 比台湾大哥大还要高 所以养的行业是在建构一群庞大且忠诚的老顾客 每个月主动且持续不断的循环消费 所以这种行业的收入结构都是累积型的持续性收入 这种收入具有大、久、稳三大特性 为什么收入会变大呢? 因为用户数会不断累积 所以收入会越来越大 为什么收入会很久呢? 因为用户每个月持续消费 所以收入会很持久 为什么收入会很稳呢? 因为用户会持续累积且持续消费 所以收入会很稳定 不会忽高忽低 而且就算用户数不再增加了 收入仍然会持续而来 就像中华电信拥有800万个用户 即使用户数不再增加了 下个月的收入依然会持续而来 因为这些用户下个月仍然会持续缴费 所以这种能够同时符合大、久、稳的收入结构 只有养的行业才能办到哦 所以养的行业都是在建构系统 并且让系统可以自行运转 因此可以不需要有你 你将可以获得自由 这种收入被称为非公司收入或被动收入 或资产收入 也就是没有工作也有收入的意思 因此养的行业是一种种树理论 到最后会拥有一片森林 而且时间会变成您的朋友 因为越老会越有钱 而且越有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养的行业威力到底有多大呢 他是世界首富卡洛斯赫鲁 他是墨西哥的电信巨部 他的行动电话在整个拉丁美洲 用户超过一亿个也 他就是在建构系统 建构一个电信业的月循环消费系统 我们假设这一亿个用户 每个月都只缴交200元的通话费就好了 则卡洛斯赫鲁 每个月都会有200亿元的收入 是不是很惊人呢 因此他可以大胆的去投资各种产业 而且不用太担心风险的问题 因为背后有一个非常庞大 且稳定的现金流在支撑着他 试想卡洛斯赫鲁光在一个国家 收电信费就成为世界首富了 可见养的行业所产生的持续收入 力量有多么的强大 有一次记者问卡洛斯赫鲁 请问您赚大钱的秘密是什么呢 他竟然回答我并没有赚大钱 只是墨西哥人民每个月付给我一点小钱而已 因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赚庞大客户群每个月持续循环消费的小钱 是富人永不缺钱的秘密 最后我们利用这张对照表将卖跟养做个总整理 左边是卖的行业也就是卖时间卖体力卖专业卖产品卖甘子素 需要业绩烤鸡评鉴调数等等得到暂时收入 没有系统没你不行不断归零不能累积时间是敌人 右边是养的行业有水电天然气电信网路有线电视 这些行业都在累积用户数得到累积型的持续性收入 目的都在建构系统可以没你 结果是一片森林时间是朋友 所以您喜欢卖还是养的行业呢 想一想你有可能拥有养的事业吗 第三步掌握趋势 何谓趋势呢 就是现在已经在发生未来即将大流行 我们来看看企业发展的趋势 工业革命之后生产者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造成产品供过于求 于是产生了红海战略 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市场陷入一片红海 甚至血本无归 后来开始有企业提出价值创新 创造出无人竞争的全新市场 也就是蓝海策略 而近年来日本经济学家更提出了绿海的概念 也就是企业应该要报恩与施恩于消费者 并且要与环境互利共生 创造共享共赢的局面 所以我们来认真思考一下 企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爱的延伸 也就是企业家的起心动念 是在帮助这个世界解决问题 发挥大爱 而不是着眼于利润 比尔盖茨曾经说过 我这一生只想帮助人类快速的进步 至于会成为世界首富 纯粹是一场意外 慈悲的企业家温世仁也曾经说过 全世界最大的商机就是消灭贫穷 所以真正的财富 是追随着对世人的价值与贡献相伴而来的 这就是爱的延伸 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商业模式的演进 因为不同的商业模式 有不同的投入条件 难度 风险 渠道等 首先是经销商模式 需投入资金 加盟费 人事费 店面 囤货 固定资产等 难度很高 风险很大 走的是地网 也就是传统店铺的行销模式 后来发展出直销商模式 需投入销售 补货 囤货 送货 销价 欠款 扛业机等 难度一高 风险一大 走的是人网 也就是人际网络的行销模式 近来网络崛起 出现了网商 需投入金流 物流 寻找供应商 发广告 网页管理 系统架构 网络知识 等 难度人高 风险人在 走的是天网 也就是云端网络的行销模式 最后 也是最新的趋势 称为消费商模式 也就是生产者直接面对消费者 省去中间商的层层剥削 消费者只要分享资讯 就可以与企业分享营收利润 完全无难度 完全零风险 走的是地网 人网 天网 三网合一 也就是透过任何的管道 都可以分享资讯 因此消费商有八大特性 一 他给予别人的不是产品 而是机会 二 花本来就要花的钱 赚本来赚不到的钱 三 没有员工 无需管理 没有风险 四 是资讯传播者 也是财富自由经营者 五 是最新资产的商业模式 六 可以是第一职业 也可以是第二职业 七 消费者可以参与利润分配 八 是互联网 物联网时代的必然趋势 管理学大师 彼得杜拉克曾经说过 未来的财富 将涌向知识的传递者 与实践者 然而此知识 必须是对人类 有贡献 善的知识 这就是消费商的概念 比尔盖茨也预言 未来所有的媒体与娱乐 都将由软体带动 下一个数位十年 重点在于连结人与人 也就是说 过去的财富来自买卖 未来的财富将来自连结 目前已经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最新商业模式 如Uber 是全球最大的计程车公司 却没有一辆计程车 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注册成为计程车司机 如Facebook 是全球最热门的社群网站 却没有一个内容制作人 因为每个人都是内容制作人 如Airbnb 是全球最大的住宿服务 却没有任何实体旅店 因为每个人的家都可以成为旅店 这就是未来的趋势 企业把爱延伸到末端消费者身上 让消费者成为最大的赢家 因为他们深知 唯有让消费者成为真正的赢家 企业才得以永续经营 并日益壮大 让我们来对迈向富人三部曲 做个总结吧 首先第一步 认识负债与资产 要把负债式消费转成资产式消费 第二步选择对的行业别 要选择养的行业 第三步掌握趋势 要找到能与企业共享利润的消费商模式 最后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两位大师的思维 获得启发哦 比尔盖茨说 让自己远离贫穷是一种责任 帮助别人拥有智慧脱离贫穷 更是大爱 期许我们都能帮助别人拥有智慧脱贫自负 古神巴菲特说 人生就像雪球 重要的是找到湿的雪和一条长长的山坡 湿的雪指的是正确的思维与工具 而山坡指的是未来的趋势 只要顺着趋势往前滚 透过时间的累积 雪球自然会越滚越大 甚至大到您无法想象的地步 以上是迈向富人三部曲的分享 希望对您有帮助哦 感谢您的聆听 拜拜